你好 想弄点啥 老爸 我有个东西 你给我看看吧 有个东西啊 拿来了没 拿来了 我瞅瞅 哦 是一块银园 哦 这是银园是吧 哦 龙羊 你这都不知道啥东西 你这哪来的 捡的 也不是捡的 阿娘熟呢 旧被子 旧衣服 哦 然后熟呢嘞 然后俺就是去年秋天 收了董医 嗯 收了之后椅子 跟他放着铁棱 也不养手似的 哦 这不是最近 在这衣服里面找出来的 对 最近不是铁不是暖和了吗 然后俺说叫那董医 整理整理 然后俺来卖出去 是吧 那对 那对 然后手似带个这 哦 旧衣服里面 收出来一个姻缘 对 然后也不知道谁假的 那长时间也不知道谁假的 然后也没有人来照顾 哦 那是 那说句实话 你要是真知道谁假的 你还得给人家送 对啊 都是乡中 他要是谁假的了 又不是原地往来认 然后都给人家送了 这整案 也那么多 也不知道谁假的 哦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拿过来就去看看 这是一块湖北省造的 光绪年间造的一个银园 银园 对 以前是天使的 有点可惜的 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戳 有戳 不过这个确实是老薄姜 老薄姜老味道 非常漂亮的一枚龙羊 像这种状态啊 就在我们B圈来说 这就是一眼大开门 傻开门的那种 这东西是对的 真品 真品 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是多少天价值 你问值钱不值钱 对啊 我问了看 那你咋说呀 值个 就2500到3000 肯定没问题 真值钱吧 像比如说你拿去出手 像我们一般回收 就一般就得那个价 那个缺钱 真贵吗 那你那买被破被子 花多少钱 那才手里才多少钱 一夹他能有多少 都几百块钱 那你这赚着了 我估计这你比 你这顶你几车破衣服了 那官都在收集车 几千块 那这几千块 你这是咋弄 今天要不要 把这块银元留我这 钱不留了吧 我回去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对 看看你 被最近想起来了 是吧 想起来去找了 那也是 那也是 万一有人来找了 也挺那个啥 对啊 他过一段 他要是不找了 我再来 卖给你 行 行 不错 行 说实话 反正这东西 如果说 你要是家里不缺钱 也可以当传家宝 不缺 是不缺 这管当传家宝 那肯定可以 这说实话 这就是人家传家宝 肯定是放在旧衣服里面 是 我时间常忘了 那你说的对 有这个可能 那你反正 我感觉大概率是这样 我会给老公赏量赏量 像这种包姜啊 你看你回去找找 那旧衣服里面 你再好好翻一翻 我跟你说 弄不好呀 还得有 还得有吗 对 咋得能唱 才唱好几个吗 你按道理来讲 这种包姜的话 它不止 我感觉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两个 有可能有很多 你好找找 那我回去再翻着 对 再翻一翻 看着来 对 看着点 你就翻着了 你也得小心一点 你别把几块 弊弄在一起 有时候把表面摸丧了 影响它的价值 分开放 对 分开放 行 我回去找找 有了 我还拿过来 你再过去看 那也行 那不行 今天先把这个留这 先不留了 先不留了 把外卦人家去走了 都给你说了 全家包 我给你卖了 拿钱买都卖不回来了 给你 那也是 那也是 行 过一段 不来着了 行 我再来 行 这东西你拿好 拿好 谢谢老板 没事 如果是价格问题的话 回头你跟我说 好吧 好 行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